这是我们的华南市场 今年终于改建启动 带上VR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窥台北西区门户计划改变过程 自己很满意 但当地塞车严重 也成了十分关键之一 带虚拟装置和辣妹打篮球 投篮不好进 连任比赛也不好打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宣布投入台北市长选战 去寻找国民党的最强棒 如果我是这个最强棒的话 那么我就是当强不让 就是选到底 所谓的先进跟前辈 我想他们立场跟我绝对是相同的 他们一定是支持最强棒参选 过去半年深耕网路 罗志强要跟柯文哲批一式带话语权 2018首都之战 蓝营有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立委曾明宗 前立委丁守中 外加表态的罗志强 绿营则有姚文志 苏焕志和北伐传闻不断的赖清德 都威胁着柯P 连任之路 赫明的血压慢慢在升高了 有些话我讲了再讲你知道 把今天的工作做好 不要想太多 所以你硬是要问我就讲说 把今天的工作做好 就是做连任最好的准备 市议员钟小平 24号期也在万华区 发动连署罢免科匹 对手一一冒出来 白色力量像延续 都不再像两年前 那般容易 记得程序李逸璇 SNG小组台北报导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 o